由農委会和第三顶论会 所乎的甜妈妈幸福甜心 对了之前所开发的心情 往来说得到金色状以外 他们利用得向農民所争的金融 生云桑以及五山帝 结合什么口气 变成第十口味的蛋卷 也经常够过去摆打 总是没几分间丢别了料 相当受欢迎 也就出推销南岛的龙第三品 第二天半顶头 一款清除冰淇淋 付加金贵过温之后 变成一支又一支的蛋卷 而且又是姜黄口味 是相当的特别 也是第三顶 甜妈妈幸福甜心 所开发的在地口味 蛋卷一般在市面上也很多 然后我们呢 就是要研发一些 不同的蛋卷口味 我们就是经过不断的研发 然后结合生物科技 然后我们研发的口味 有姜黄 香参 还有我们在地茶笼制作的乌龙茶粉 来制作这些蛋卷 特别就是我们减糖减油 减少它的身体的负担 出去摆摊都是秒杀 大家吃过以后的 就会再回流 而且除了有姜黄口味 要够西洋生一支高山的口味 都是运用到地平农民 所建造的农作物 来结合生物科技技术 所变成的特殊口味 常常去到外地来摆打 没几分间 就来转播买了料 我们是想说利用一些在地的食材 包括最近的我们这个乌龙茶 以农民生产的为最主要的开发原料的素材 那我们每半年都会到西洋光厂 去做展示 包括中期农改厂 只算做农会 配合一些小镇就是展示活动 南投台北回锅力都很强 最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知道 南投的好山好水 所生产出来的真的是原汁原味 那它的品质 我们经过筛选之后 经过地温干燥 出来的品质 它能够原汁原味 第三顶的甜妈妈幸福甜心 在农医会到第三顶的回忽到几下 不断利用弄第三品来更化出各种的食品 读了进行收剧化新型凤梨书来递到 因此讲一话 这些收剧化的大生的口味蛋卷 也真受到欢迎 也就出来推销到南投的东西 该领算仓不多 拜拜